各位大家好,我是五仔 我們今天找到一個美萬迷 我也是美萬迷 他就厲害了 中學的時候已經開始看這些 超人打怪獸 Marvels 王飛鴻決戰石堅 都適合你 王飛鴻決戰石堅不是Marvel 熊飛龍 大家好,飛鴻 今天跟大家講一下你很想講的 topic 就是今年年尾蜘蛛俠 我們待會再講梁朝偉 和習大大 好像習大大可以上戲 好看啊 有些什麼可以說 其實大家之前很擔憂 就是蜘蛛俠 今年年尾十月中做 為什麼一直都沒有 trailer 預告片 劇透 有什麼劇透 所謂的劇透 Trader未出之前 其實人們已經是網上估 甚至我看到有個人 人們都說他之前的 endgame 劇情都猜到出來 神預言 美曼神童 他很早已經說了 蜘蛛俠三 將會的故事是怎麼行的 說來聽聽 首先還沒說他猜到之前 我們剛剛出了trader 先說了trader 是 其實這個很有趣的 trader未出之前那一天 突然說有個人拍了trader 假的 不是假的 是未做後製的 就放了上網 人們都形容他 是一部手機 對著另一部手機 接著那部手機在偷拍 因為超萌 因為它是萌的程度 基本上 一個小學生 隨便拿手機拍一些東西 都不會蒙到這樣 所以大家 我當時已經說 電影公司是否故意漏出來 被一個話題 被人無端端放上去 那不夠一天 就出了一個真的trader 哦 怎樣怎樣 說到怎樣 又說有幾個蜘蛛俠在一起 這個trader還未看到 因為它說 只是這部電影的頭三十分鐘 還有終於知道英文名字 為什麼 因為今次是什麼事呢 就是承接上一集 蜘蛛俠的尾巴 上次的蜘蛛俠就是殺了神秘客 有一個玻璃罩 斷貝山的男主角 對 他死的時候 死都不眼閉 最後 他叫同黨把他死的片段播出來 他自己親自爆了 說我就是被一個叫 Peter Parker 做蜘蛛俠的人殺了 搞到全世界都知道蜘蛛俠就是Peter Parker 就是荷蘭仔 嚇死了 嚇死了 沒有問題 有問題 有什麼問題 有些人覺得沒有問題 有可能是Ironman 他會說 Ironman Ironman也是美國隊長 黑寡婦 每個人都露樣 只是他不露樣 扮什麼魚黑蟹 每個人的想法都不一樣 他是一個正在讀書的中學生 他用什麼讀書 出來警惡情姦 他覺得有壓力 所以就找戲做 很壓力 無論他的母親也好 他的女朋友也好 他的朋友也好 總之他感受很大壓力 所以無緣無故 他就想了一件事去做 找了TorTorString 奇異博士 對 就求他 你應該有很多方法 可以令到 人們不記得我是蜘蛛俠 怎樣呢 例如看不到我 周星期一早 你看不到我 忘記我 奇異博士 他無緣無故可以許一個咒語 有些人不記得他 但這件事好像會 伸延了另一個平衡世界 可能就會見到另一個蜘蛛俠 現在暫時未知 但很有趣 奇異博士 開始念咒語 可不可以讓我女朋友知道 我還記得 我的朋友也知道是誰 很麻煩 荷蘭仔 但TorString 不行了 已經在去咒語 所以我在想 他這樣去完咒語 是不是 連所有復仇者聯盟都不記得他是誰 他們本身未必知道他是誰 因為很多時候帶了個面罩 搞到只有TorString知道 一個人只知道他就是支柱合文 其實無所謂 無所謂 他覺得無所謂 就是因為他這樣搞 就無所謂 糟了 這個開頭 令我覺得 好像不太吸引 下去看 因為他本身 已經是復仇者聯盟 是單眼佬 就是叫陰點 對吧 你說被世人知道了你的身份 英眼 黑寡褲 其他人都知道了 這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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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一個賣碟 這個項目 就是 因為他搞了他的其他平人宇宙出來 就變成以前 電影的那些蜘蛛俠 不是宇宙的蜘蛛俠 是 敵人 出來了 有啊 有八爪魚 八爪魚博士 電人 還有綠魔 這些其實是很強的敵人 本身在這個宇宙的蜘蛛俠盒是差一點的 差一點也要找人幫忙 他的敵人其實不是很厲害的 變成以前超強的敵人 無緣無故在這個宇宙出現了 那不要緊,奇異博士是超強的 只要你有幫忙就行了 你說他差一點,但他是Ironman製造出來的蜘蛛俠 對,所以跟這個陣營最後的敵人 看到蜘蛛俠盒變身 變成最後Ironman的變身 按一個按鈕就整套夾出來了 是嗎? 哇,這個就是劇透了 這個是陣營,不能說是劇透 那說一下高手有什麼劇透 你猜到什麼?你有沒有看到? 高手就在說一件事 既然是敵人出來 之前那兩袋的蜘蛛俠盒都應該會出來 就是這樣的 但是一直都很報密 而他們經常都說沒有這件事 但因為他們在沒有之間 有時又無緣無故有可能 其實有兩件事 其實都沒有找回舊演員過來的 但是你特技的衣服是可以... 因為你的蜘蛛俠盒都包緊了 是 我可以把那兩個蜘蛛俠盒做出來就可以了 他們可以配音就可以了,明白嗎? 這樣 我個人可以不用出來 這樣好像浪費了一些 不是這樣說而已 最壞就是這樣做 其實平時的蒙面超人都是這樣 有些皮套那些 幾十個出來 難道全部演員都找出來嗎 你知不知道有一套蜘蛛俠盒卡通版是獲獎的? 我知道,我知道那套 那套就是很多個宇宙的蜘蛛俠盒 平時的蜘蛛俠盒 其實可能他覺得那套可以 然後這套又有這樣的玩法 因為那套其實有一個 就好像以前的Toby仔 就說他已經是老了 但好像是他女朋友都死了 說一個中老廢老的蜘蛛俠盒 如何之後的生活 真是齊樑 好了,這個蜘蛛俠盒 接下來一定是狂熱的 好像說 接下來那套上戲 不接下戲 很多話說過 又說梁朝偉的眼神 電死人 是啊 其實外國人開始研究一下 Tony Leung 就是梁朝偉 是誰人 為什麼一雙眼這麼厲害 他們形容他 他用眼演戲 是一個很厲害的藝術 不是用眼用什麼的 每個人都用眼的 但是他的武器是在眼上 每個人都不同 有些人的武器是在上圍上 明白的 葉子媚那些 連外國人都欣賞梁朝偉 想不到一個奸角 真的 因為他之前 好像跟陳法拉 當他年輕的時候 也有個愛情故事 但是我想問 我想說一件事 我看了Trade很久 我看來看去都不覺得 梁朝偉是一個很奸 我也是 最多是正逆邪 是嗎 我看來看都不覺得奸 其實梁朝偉 最初拿這個角色 當時他說有些心理包袱 為什麼 他很少演奸 也不是嗎 雙城那套 他有 但那個不是全面性奸 雙城也不奸 他只是內心 他的樣子不是很奸 我看他的樣子 我不覺得他一個是奸 他是殺了人 犯了法 他不會奸到一個 你覺得他一定奸角要死 那他不是那一隻 他這次不是之前所說的 什麼傅滿洲 不是 他們說不是 他們很明顯 常常不停看 這個是新人物 不過是十環 十環跟Irman 1 當時被I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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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被人擄走 當時被人擄走 拉登那個 後面那個 游擊到 絕跡 其實是跟十環有關 還有 Irman 3 當時 有一個叫Mander V 本身就是 這個十環的幫主 誰知道 在Irman 3 當時說 這個人是假的 那他 其實是一個 什麼 黑幫大佬 這次 他說是 有可能是古代已經出現 長生不老的 看到 看到 因為說他好像有些古代的場口 穿古裝 對 穿古裝 整套戲是因為梁朝偉才去看 但說上戲 我想說 對不起香港有些公仔迷 我當時 因為說了 梁朝偉的公仔很好炒 誰知道炒洞了一些人 我看到現在通街都是梁朝偉的公仔 有些人說 沒有什麼人賣 在外國沒有 是嗎 不是 香港就搶 最初是狂搶 然後 外國 最初 不認識你這個亞洲演員 是 這隻人在外國 燒入回流回來香港 現在整個玩具商場 每一間玩具店 都有幾隻梁朝偉 現在說主角是沒有人買的 主角 我有買 你有買 是啊 你那些人說他不英俊 當然 但是 我覺得 又不是太差 有看過 主角有一場新的 在棚架打架嗎 沒有 怎麼說 那些人 當然 你知道香港人 實在說 那些動作 港式 平時的港式做得更好 他們說 那些人做一些節奏 很悶 那些鬼都說 讚不絕口 非常好 他們可能很喜歡看港產片 但我們看得多港產片 我們是專家 實會 平時的港產片 的節奏都比你快 動作這麼刺激 但最好少 一些人不只提這件事 在分析 彭甲不是這樣回答 是的 有時候 你看到那條街 扮香港 後面寫了一些東西 或者那些人穿的衣服 竟然是有個 梳衣 兩片鬍子 在走人力車 那樣敢死 因為荷里活 對香港 或者對中國文化 又不是很了解 而且他們經常以為 在以前他們的世界 覺得整個香港 都是武林民事 過了一式打功夫 所以我記得以前 那些香港人 很多時候他們的戲 經常在外國拍戲 他們很多時候 去到外國拍 被那邊的台地 那些人在欺負 他們說很簡單 要對付他們 擺個手 擺個打功夫的仔細 他們就害怕 因為他們潛意識 覺得 李小龍 這個在我朋友 那個老爸的年代 都說過 他說有個鬼佬 哈哈爸爸 以前香港 英國殖民地 有些什麼 然後擺個手 哇 功夫 馬上抄底 所以就說過 這次雖然說 上棋與十環邦 但實際上棋本身 他的超能力 就是功夫 你眼中覺得功夫就是超能力 很誇張 如果一個人打得 李小龍和恩子丹 那樣是超能力 其實恩子丹 露火 那些新手 已經是超能力 比美國隊長 發瘋 美國隊長已經可以扯著 直升機 是 但是 美國隊長在電梯上打六個 恩子丹 打百幾個 在南亞幫那裏 多誇張 真的很誇張 以前英雄本色 三個人拿著三把槍 可以打完整隊人 也是這樣 其實英雄本色 那時候已經和 復仇王 差不多 復仇王都是馬虎石人物 是啊 好像陳發拉 你有些事情想說 陳發拉 其實不是我想說的 是看到網民 因為陳發拉 在美國 出席很多有關 他們的 常氣活動 我看到一些 留言很有趣 他們說 TVB 真是入到馬虎虎 是啊 我聽你也好 聽很多人都說 他很重 TVB的氣質 是嗎 想不到電影 其實這樣 梁朝偉也是TVB的 我知道 說近十年 TVB的人 陳發拉 好像也不是近十年 我知道 十多年 這十年都還看到他 衝生雲生於二 他都還在 是 那 突然間 什麼都沒有 就由 TVB 一來就去到馬虎世界 他好像去英國 讀書 讀演技 應該是在 Casting 去Hollywood 那邊 未到嗎 不知道 要看過才知道 其實很多時候 那些人的祭遇 有這麼奇怪 我認識很多 是 他之前 可能在一個 不是很大家各眼的位置 突然間 又跳到另一個位置 他是女一來的 我知道 我知道 但是 他本身去電影也不算 他有很多席位 沒有 你想到 就覺得蛇絲慢 會 會 但是 他這樣去過冷河 就差很遠了 就等於當年 恩子丹去河里活 打一個轉回來 回來香港 就變成一個 很厲害的明星 是 大明星 都要恩子丹自己的票房 才行 他是葉問 我認得而已 殺破狼的時候 那時候就開始了 殺破狼 那你最近露火 都不錯 已經 由最高峰拍到現在 差不多 要差不多 年紀大了 就好像 例如 那時候我看到 這個我認識的 誰 戰狼2的女主角 哦 是的 混血兒 我知道 因為以前 他經常過來錄音 收錄音 我見過他 以前在香港拍過電影 叫狼牙 他做女主角 接著拍《戰狼》 他做好女主角 就做了十幾億票房 是的 之前大家也不太認識他 甚至 《戰狼2》是第二選 他也不是第一 打算選他做女主角 是的 突然間一套戲 就變成這樣 但是我覺得陳法拉 不會回來香港 有什麼大突破 因為一來 我覺得 香港的港產片 要自己拍港產片 是很低成本製作的 除非合拍片 合拍片 可能他回大陸會 但如果這樣 不如繼續在荷里活發展 不錯 因為他做訪問的時候 上戲的女主角都站在旁邊 摸一摸 如果大家不認識的話 你不會覺得 上戲的女主角是女主角 一定是陳法拉 那個女主角 簡直是離譜 我告訴你 他不是賣美 但是很多女人喜歡他 覺得他有趣 說話的語音各樣有趣 語氣有趣 那些女人呢 喜歡女人呢 永遠是 跟他的樣子 沒有關係 我知道 我也明白了 是啊 那陳法拉 那些女人很討厭 對不對 就是這樣說 看看他在那邊 會怎樣發展 其實有些香港明星 都很厲害 現在去到荷里活 例如Maggie Q 接下來有一部叫 薩基 做女主角 不出奇 很厲害 那時候 Wism Impossible 已經在做要角 好厲害 做女一 Maggie Q 四十幾歲 浸一下浸一下 差不多 嘩 女人真的很難 浸一下浸一下 就老了 但是你想想 那些鬼婆 其實是再容易老 那倒是 還有吳彥祖 又厲害 現在那套 潛行追擊 潛行什麼什麼 記憶潛行 Hugh Jackman 做男主角 他做那個奸奸角 吳彥祖 這套Hugh Jackman電影 就糟糕了 為什麽 我覺得很好看 那些票房很值得 哎呀 慘了 其實這套戲真的 美國和香港都一般 我有看 其實這套戲真的很好看 那個故事寫得很好 沒有辦法 現在美國的事 是一件很奇特的事 但其實我覺得這套戲 應該是低成本製作 但是仆的程度 是不是 是非一般的仆 噢 那沒辦法 他可能要出來演狼人 才行 哈哈 這套戲真的很好看 那套戲 那個故事寫得 不是的 現在Marvel 他們經常都說流途線 現在有平衡宇宙 看狼人何時出版 那可以 一出 然後又消失都可以 如果你有什麼 Dr.Drake 隨時都可以 是啊 什麼都可以 其實最主要 他們那時說 為何蜘蛛盒這套戲 把這套戲 就要遷就Locky 那套電視劇 因為那套電視劇 那套電視劇 就說平衡宇宙的誕生 總之最後Locky 就搞到這個世界 幾個宇宙混在一個空間 然後現在又有一個What if 因為Locky那件事之後 這些平衡宇宙 就可能真的發生了 這些故事 很精彩 看到香港人可以 走到荷里活演戲 有他們的成就 不過我想說 有很多人都不記得這件事 我今年其實有兩套電影 我很期待等 一套就是蜘蛛盒 另一套 都是12月推出的 都是未推出Trader 未推出的 什麼來的 就是Matrix Stay Matrix Stay 這次是奇諾里維斯 這次是剃鬍的 它有流鬍 也有剃鬍 兩個造型 竟然是這樣的 你有看過Matrix嗎 有的 其實有荒間有傳言 今次Matrix的故事 雖然沒有Trader 說一下做什麼 他說今次是把整個Matrix 一調轉來做 就是說奇諾里維斯 已經是醒覺 就是上次叫他醒醒那個 那個大佬 Mervry 他其實是做了NEO 他應該是 因為Matrix 他說每一個年代 就有一個新的NEO 出現 他又誕生了一個新的NEO 又是說這個Matrix 世界 有新的混亂 他這次 一來就已經是醒覺了 他就要找一個美醒覺的人 另一個醒覺 應該找他的女朋友 就是Trader 就是Trader 美醒覺 所以這個角色 就調轉了 他就做一個醒覺的人去找 整個故事再發生 那就不知道怎樣了 好啊 看看年尾行不行 那種感覺 但Matrix 我就一般的 那種感覺 都不錯 因為那時候 他把港式的打功夫 和槍戰的東西 混在一套火焰片裏面 當時的世界觀是挺有趣 但是我自己看了一 二三我都沒有追 二三差一點 這次還要 以前兩兄弟 現在變了姐妹之後 只剩下一個人去做導演 看看這樣行不行 所以 但是問題 他都還沒有出Trader 不知道為什麼Summer 是那個Trader 那個Summer做什麼 接下來九月就上戲 其實 很有趣 你看這部戲 在香港各大的 宣傳海報 我們看到梁朝偉和 有人說像DJ那個 Donnell I Love You Boys的Donnell 就是那個男主角 兩個都有點像 撞樣子 兩個擺在一起 你怎麼看都是梁朝偉的主角 覺得那個真的不夠帥 最重要 不像樣子也不像兒子 對 怎麼想到就生不了 梁朝偉加陳法拉生了那個樣子 對 說笑 梁朝偉戴綠帽 真的好笑 撿回來 好了 今天的時間到這裡 下次再跟大家分享一些不同的娛樂圈資訊 拜拜